4月8日陈晓东接受上台访问时表示 自己近些年早已习惯穿插于两岸三地间的生活 而在香港长大的他也开始申请希望可以进入宏馆开唱 眼看即将进入40岁的陈晓东 目前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 但他却表示自己也很纠结 既希望结婚生子又放不下多年来一直陪伴自己的工作 对于我来讲我没有很急 但是如果我真的有一天要结婚的话 其实我的粉丝也会很支持 那么我也会特别喜欢小孩子 但是要看这个缘分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这个问题 但是虽然我自己很放松 那我也就是说会看看吧 因为现在大家问我我也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也没有一个真的一个东西能够确实的一个证明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不想说 因为说了没用 日前台湾发生6.5级地震 当然人在台湾的陈晓东也是徐精异常 别看他陈述的如此自在 但当时却是万分紧张 明星的光环也被他抛在脑后 你一听到这种声音就有点害怕 不知道他 因为你在这种情况 你不知道他会摇到什么时候 要摇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停 不知道 全部不知道 然后开始看到那个墙画 开始拍打那个墙壁 躲 马上躲